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今天我要挑战一款烧脑游戏 就连大魔王菲克尔在直播中 都对这款游戏连连夸奖 而且好多主播都称它为爆炸式的烧脑游戏 还有啊 这款游戏获得了去年TJ年度最佳独立游戏基因 哎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呢 那这款游戏的名字呢 就叫做爸爸 is you 哎 听起来是不是说 爸爸就是你 嗯 你就是爸爸 谈先不管这名字翻译过来是什么 你们想啊 就连这电竞职业选手都觉得这款游戏具有挑战性 那这到底是有多刺激啊 那么今天我就要来挑战一次节目 一条命 绝不成为任何一步 目标是通过这个游戏的减持观 咱们现在自己定个小目标对吧 好 那我们先进入游戏挑战去吧 天天王戏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 今天你不是我爸爸 我也不是你爸爸 看清楚了啊 原来这个长得像小兔子一样的东西 才是今天的主角 爸爸 跟我上下左右方向键控制 爸爸是我 墙不会动 石头可以推 碰到棋子就赢了 在这么so easy的教学过后 这不就是个复杂版的推箱子游戏吗 能有多难啊 来 开始第一关 叫我要去哪 Where do I go 现在我还是爸爸啊 墙不会动 那既然像推箱子一样 这些单词是不是也是可以推呢 把stop停止推走 我去还真可以啊 那现在把碰到棋子就赢推出来 轻松 下一关 第二关叫现在这个叫什么 Now what is this 这一关明显不一样了 因为我不再是爸爸了 War is you 我变强了你感谢 那现在棋子不会动 我把stop推开 不就可以了吗 那下面War is you 再加一个War is win 不就等于我就赢了吗 哇 没想到还能这样啊 下一关 第三关叫out of reach 够不着 我当然要看看啊 哪里够不着 现在爸爸是我 墙不会动 碰到水会下沉 石头可以推 碰到棋子就赢了 那我先推一个石头过来 好 可以出去了 再来一个 不对 此时只剩一个石头 如果推到水里的话 还差一个 还真够不着哎 那么剩下的 只有单次可以推了 那我改成碰到石头算赢 不就可以了吗 哇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 再来 第四关 仍然够不到 这次加了新东西啊 爸爸是我 头骨碰到会死 石头可以推 碰到棋子会赢 给你们三秒反应时间啊 你知道怎么过关吗 公布答案 那我把石头推上来 再横着 把碰到头骨会死 这句话推开 那我不就能碰到棋子了吗 哎呀 真是佩服我的智商啊 接下来第五关有岩浆 我把石头可以推 变成岩浆可以推 完美通关 Perfect 第六关 有这么一大堆固定条件 那我把唯一能推的墙变成自己 成功就碰到了棋子 哇哦 卑微可一路过关斩将啊 没想到第七关给我设了一个超大的陷阱啊 第七关 带草的院子 在这一关 除了草不能动 其他都可以 那这还不是很简单吗 我想都没想啊 就把赢这个单子 直接推到了爸爸后面 爸爸赢了 不就结束了 对吧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去 我竟然死了 这么推是大错特错的 我一坐了半天 终于发现 因为爸爸is you 被我推走了you之后 我不再是爸爸了 那后面爸爸赢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嗯 哎呀 这么简单的步骤 哎 我什么脑子呀 爸爸妈 你们想到怎么过关了吗 给你们三秒时间 一 二 三 好了 反正进行挑战也失败了 那就让我来补补答案 正确答案是 把碰到棋子就赢这句话 从上到下方号 我刚才一定是被墙壁 限制住了思想啊 这墙其实是不存在的啊 虽然今天的挑战是失败了 但是通过我的体验吧 我觉得这款游戏 真的很不错 你们敢接受 和我一样的挑战 不撤回任何一步 玩这个游戏吗 好了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游戏挑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